那麼昨天這媒體都收到這樣訊息了 王志銘請院長今天有場演講 有重要宣布請大家務必一定要來參加 結果一到現場王志銘告訴你 沒有啊 只需烏有 為什麼叫你們一定要來 他到底想做什麼 我們先來看他今天說了什麼 這是主席烏有的事 沒有這回事 至於重大選舉 沒有啦 法院長行不行 這個題目 行 就是揍 或者是不行 就是不可做的 這樣做好嗎 那做不好嗎 有給他聽懂王院長在說什麼 而且明天帶我們來看到 今天其實這個從過完年以來到現在 王院長要做的事情 大家一直都覺得 一直要盯著他 因為他一下這樣一下那樣 到底要不要選總統 無非就是等這個 其實最重要是王院長他已經 國民黨部分已經二連任了 依照三連任 依照國民黨必須要修改黨章 他才能續任 所以一直他內部 一直有思考兩個動作 要續任立法院 立法院長的話就要回去選 因為不分區沒辦法了 第二個就是說 在角逐大位 在往上 所以今天他的題目 包括最主要說 今天他的題目就是 回顧過去立法院 回顧好像說 我要做一個ending了 我要結束了 我要到下一步 我要再往上一層樓了 最主要是國民黨內 現在也沒有人了 所以今天他這個動作 剛剛我們在討論說 F18破將台南機場 我覺得王金平今天的動作 有點像F18破將一樣 所以他是有很多的政治的意義解讀 因為國民黨現在沒有人 朱立倫這幾天一直很明確的講說 沒有2016參選這個問題 他要把四年新北市長任期做滿做好 所以他還是沒有鬆口要選 其他的就民調來講 無堆民調現在也很低迷 王金平他做了幾份民調 都落後給民黨蔡英文幾%而已 我覺得這一部分來看起來 是王金平的優勢 尤其蔡英文這幾天反對亞投行 他在他的兩岸政策 又往毒的那一派去靠攏 柯文哲現在比較往中間的一個兩岸政策 反而凸顯出蔡英文的毒的這一塊 所以在兩岸政策 蔡英文沒辦法做穩定的話 王金平顯然還有機會 但王金平有他的問題 他年紀畢竟74歲了 那朱立倫也講了好幾次 就說舉希臘40歲當總統 李光維也有36歲當國家領導人 那王金平74歲可不可以繼續挑戰呢 那王金平這幾天一直 接下來有跑很多校園的行程 一直跟年輕人互動 還有包括去年太陽花最後解除危機 其實王金平整個動作 還是在思考跟年輕人互動 他外表看起來還是一杯瓦龍 還是沒有說要退休的樣子 所以他的心態還是很年輕 他還是有可能角逐下一步 那國民黨現在六月初選 所以我覺得四月到六月之間 他們這些政治人物 包括王金平 朱立倫 吳敦穎 還是都會表態 明顯幫我們的分析 沒有錯今天王金平特別強調 我還很年輕啊 而且我的身心靈都非常的健康 而且全是努力以赴 要做什麼都可以達成目標 任俊是這樣子嗎 我們說過完年後就開始傳說 他要選不選 元宵結一讓又包括什麼 朱立倫有月付出告訴他 我們朱立倫不選 是不是就你選 這一來一往過程當中 他到底要什麼 就是要2016了嗎 相關的這些犯話或者是訊息 我相信王金平自己或多或少 應該都知道了 畢竟他周邊的人 這段時間那麼大的動作 包含這些立委公開的呼籲 那公開的講了很多的話 我覺得王金平心裡是有一個數 所以你說 對於王金平到底是要2016 或者是他也有人認為說 他是不是還想要再繼續 接一個立法院院長 那樣一個職務 我覺得這個現在所有的 全的那個球 都是坐在國民黨自己的手上 也就是說 國民黨如果真心有意願要做的話 是不是 不要說只針對王金平條款 而是說你對於整個 不分區立委的一個提名的辦法 是不是大幅 乾脆就一次的做一個檢討 因為這裡面包含了 比如像洪秀柱 他也能蓋 那他也沒辦法再算 那他如果有意願說 要留在立法院來講 那他是不是要投入選區 那投入選區 對於這些 比較老資格的這些立委來講 是不是面對面打選戰 這麼的有利 我覺得其實國民黨已經面臨了一個 他要不要去檢討 黨內不分區提名的辦法 因為當時馬英九 確實是站在一個私立的狀態 就是說因為我自己要選 那我認為王金平有利用價值 所以我挑明的就講說 除了你要擔任立法院院長 這個其實真的非常針對性 那當時在那樣的狀況之下 國民黨讓他通過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 王金平的每一步 王金平如果他要留在國民黨內 我認為他沒有太多去 暴走的空間 但是要不要留下一個 讓大家落影落線 或者是有很多可以 東想西想的那個空間 我認為他一定會保留的 這樣一個團線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當我什麼東西 通通都輸成了之後 王金平不是沒有被賣過 在這麼多年一個政壇的狀況之下 現在我今天講實話 如果今天國民黨不為了這件事情 做一個總體通盤的考量 我還是強調就是說 以朱立倫來講 我也不認為說 他會為了針對王金平一個人 到最後會有一個畫筆 每年四年一搖 大家再來再講 你看以前又是要利用王金平或什麼的 所以現在的狀況 我問王金平他自己有一句話 他咬得很緊就是說 他永遠會在國民黨內 除非他自己撕毀這個承諾 但是他這個承諾 只要一再的時候 他能有多少自己單獨衝撞的空間 我其實比較持保留的態度 所以這到底是 做教的人有沒有興趣 還是抬教的人在這裡劃修 但是可以看出來 今天王金平他釋放出的訊息是什麼 雖然他說 只需誤有 我們也要做什麼重要的宣佈 但是要告訴你 我都身體很好 一切都還可以努力以赴 就知道他應該在暗示了什麼 那麼我們來看到這樣的民調 上面是旺中文民調告訴大家 政治人物身亡 每個月做八個人 但是王金平幾乎都是贏朱立倫 第一秒就是他在藍軍裡頭 看到有台的民調告訴你 如果蔡英文跟朱立倫PK 贏蔡英文跟王金平PK 王金平是輸的 來 鄭主任 誰會是你們認為最堅強的對手 還是那就王金平來好了 總統選舉應該還沒有開始 所以應該這個民調 大家都會參考 但是最後一定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對王院長來說 跟朱主席來說 他們大概這個都是階段 真的要拚的話 民調應該都還會 他們還會繼續增加 我相信 那王院長這樣的一個 到校園園講 應該王院長擔任院長 這個十幾二十年來 我們沒看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應該明顯 剛剛講破降沒有那麼精確 這應該不是預防性的降落 這是預防性的起飛 那要起飛到哪裡 你要到青島東路呢 還是要降落在凱達哥安大道 他就在選擇 因為他如果不起飛的話 看不到你 萬一他的選擇是 要爭取國民黨提名 他最大的障礙是馬總統 所以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聲望拱高 他才有辦法在國民黨裡面 有這樣的資格 那我認為國民黨這幾個領導人 他在判斷 他在遇到幾個瓶頸 第一個是 那個吳副總統他要不要進休 進休總統 王院長要不要退休 他如果不退休 可以留在立法院 他也可以去參選總統的候選人 那朱立倫主席的話 他要不要市長跟總統雙休 所以他們三個都要做決定 國民黨才有辦法做決定 可是現在來說 我覺得就是把自己分量墊高 讓自己可以作為可以選擇的對象